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 曾经有一位学者将几个快要死去的病人 放到了灵敏镇上测试 结果发现人在死后的一瞬间 体重会下降21克 这就是著名的灵魂重量实验 随后学者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医学杂志上 研究称 人的灵魂是依附在身体中某个器官上的粒子 无论这个灵魂所依附的肉体是胖是手 这些粒子的重量一定会是21克左右 而在人死亡时 器官对灵魂粒子的束缚消失 灵魂飞出体外 人的灵魂尽重21克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吧 这故事真的太有名了 我记得小时候朋友给我讲的时候 我把我听的一愣一愣 现在人大了知道查资料了 于是我上网去一查 诶 还真有这么个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灵魂的重量实验 以及跟灵魂有关的一二世 这时候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这大过年的进攻我们整这些阴间故事 诶 其实这个视频看完你就会知道 这并不是多么恐怖诡异的事情 而是人类在探索生命之路上的一些小插曲罢了 说起灵魂 有一个和它相伴的事情 我们不得不了解 那就是死亡 我很喜欢一个关于死亡的比喻 那就是好像你在平原上正大步走着 突然一面遇到了一堵墙 这堵墙向上无限高 向下无限深 向左无限远 向右无限远 这堵墙就是死亡 死亡代表着一切的终止 人的身体老化 器官衰竭 无法维持作为生物的基本运转 于是死亡便来临了 诶 朱秀华 唐江山 你俩坐下 别激动 开个玩笑 不过朱秀华届时还魂与雷往腰 包括我很早有期视频聊过的 二战飞行员转身成为小男孩 詹姆斯林尼格 还有那位央视主持人的孩子 他们确实是超越了生死 也证明了轮回的存在 如果他们的事迹是真的 那无疑就是打破了死亡这堂枷锁 在那堵平原上的墙 开了一个供人进出的大洞 朱秀华 唐江山他们从这个洞钻了出去 还向墙内的人不停地炫耀 如果仔细翻找一番 大家会发现这个世界上 有着那么多的转身人事迹 曾经斯里兰卡有一位总统叫 普雷马达萨 1993年的时候被刺杀身亡 到了1999年 斯里兰卡中部的一座乡村里 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童 维吉巴虎 拒绝了父母给取的这个名字 他说自己有名字就叫普雷马达萨 他还指着硬币上那个前总统的头像 告诉家人 这就是我 他每天半夜起来盘腿打坐 完全像是一副斯里兰卡佛教徒的作风 并且嘴里还念叨着 前总统妻子和孩子的名字 当再长大一些的时候 他甚至还告诉了家人前世 厮杀自己凶手的名字 哎 这类转身人的事件真的太多了 还记得湖南通道洞祖自治县中 一个乡里出了一百多位转身人的事吗 村里的八十岁老头 路上见到一个八岁的孩子都得叫爹 两个双胞胎姐妹前世是闺蜜 一村子都是传奇 但是后来又有报道说是集体说谎 为了增加旅游业绩才一起编的故事 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央视主持人的儿子 后面有听闻他自己辟谣了这件事 但是唐江山转身事件 央视和各大电视台都去报道过 也算是承认了这一事实 有兴趣的 可以看看这期视频 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能跳转 这些事件真真假的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 前世的亲朋时无一例外都相拥哭泣 这样看来 转身也是件幸福的事 说完了转世 我们该聊聊开头讲的那个灵魂重量实验了 首先这个事确实是真的 但有的地方却没那么精彩 灵魂重量实验是美国麻省的医生 邓肯·麦克·道高 于1907年4月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 仔细算算离现在也100年过去了 他做这个实验就是为了证明一个推论 灵魂是物质 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一团 依附在人体器官或骨骼上的粒子 而既然是物质 那就可以用物理的方法去测量证实 于是这位老哥设计了一个实验 他准备了一张安有灵敏秤的床 然后让一位快死的病人躺在上面 实时记录着病人的体重变化 尤其是人在此量内一刹那的体重下降 这就能证明人死后被束缚在人体内的灵魂飞出来 所以造成了体重减轻 以此来证明并测量灵魂的重量 故事到这儿是不是跟你们听到的版本差不多呢 对了 到后面就有差别了 这位医生老哥找到了六个僵死的病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别人的 恰计我不揍他吗 这六位病人中四个是结合病人 一位是糖尿病昏迷的病人 另一个原因不明 然后实验开始 第一个结合病人烟烟一息地躺在实验床上 经历了痛苦的四个小时然后死亡 这四个小时内 这位医生老哥记录下了病人的体重变化 大约是每小时体重下降28克左右 他觉得是病人体液蒸发导致的 三个多小时过后 突然一瞬间里 本缓缓下降的体重秤 突然猛降了21.26克 然后再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于是医生认为 这就是病人死亡的瞬间 灵魂飞出后的重量 著名的灵魂21克就出自这里 当然一次实验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医生也清楚 如果呢 除了第一位病人 后面的实验多多少少都出了点问题 第二位病人准确死亡时间无法确认 所以记录数据用不了 第三位第四位 秤的灵敏度出了问题 导致测量的结果千起百万 第五位病人死亡时间太快 重量下降了非常多 所以结果不能用 而第六位更是刚放上去5分钟就去世了 秤都没来了几条 在这之后 这位老哥又开始拿狗做研究 但是发现狗子在死亡时体中并没有变化 所以他得出结论 狗是没有灵魂的 到这儿为止 这一套实验就差不多完成了 虽然以正经科研严谨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荒唐事 但在当时他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那就是他的噱头 他的新闻价值 文章发表后 这位医生受到了各大媒体的采访 支持这一结果的大有人在 尤其是宗教界很愿意看到这一结果 几年后 这位医生老哥也去世了 但灵魂重21克这一说法却流传了百亿年 有几个人惊叹着灵魂的重量 又有几个人去找背后的真相呢 什么叫冰死体验 简单来说就是 人在冰临死亡时所产生的体验 这些体验包括感受到灵魂出窍 以第三视角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事物 看见死去的亲人 看见宗教人物或场景 看见亮光等 就像你的灵魂刚离开肉体 然后到了一个生死交界的地方 关于冰死体验比较有名的调查 是我国精神科医师冯志颖进行的 他和同事调查了81位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 发现这些幸存者经历地震受重伤被救火后 除了部分不愿意提及经历的以外 半数以上的人都表示自己在昏迷的状态下 会产生神奇的冰死体验 他们有的是对生活进行回顾 像是在看快进的自传电影 跟走马灯似的 还有的感受自己的意识脱离了肉体 甚至看到了还躺在病床上自己的肉体 这个意识好像很轻 晃晃悠悠地配在空中 无比舒适 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幸存者 表示看到了过世的亲人 而自己像是要赶过去跟他们团聚 相对于国内 国外对于冰死体验的研究就更多更深了 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斯林格 就调查了100多位有过冰死体验的人 这些人对于冰死时的感受描述 也大多和冯志颖的调查结果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肯尼斯林格 还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冰死体验研究会的会长 对 真的有这么个组织 对于冰死体验的研究 可谓是非常多且严谨的 并且也有着大量的调查对象 这些调查对象所描述的情景也大致相同 而且奇怪的是 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文化背景 所产生的冰死体验也大同小异 这是否说明 冰死体验是一种必定会发生的事实呢 换句话说 死后灵魂出窍 就是事实呢 这个真不好说 有医学研究认为 这些冰死体验所看到的景象 其实并非是超自然现象 而是我们大脑在危机情况下 被动触发的防御机制 是大脑的运作被扰乱后的生理反应 因为冰临死亡 大脑也失去了养分供给 正常的运作被打断 所以人会在此时产生错觉 而你的大脑会飞速回顾过去的生活 企图找到脱离现在这种绝境的办法 所以才会出现走马灯 总之 对于冰死体验和灵魂的研究依然在继续 或许这个答案就藏在大脑的深处 等人类彻底弄清了大脑的奥秘 关于意识和灵魂的疑惑 或许也会迎刃而解 不知觉 我们跟着前人一起探索了一番人死后的奥秘 这其中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支持者反对者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那些关于灵魂 关于轮回 关于死后事件的资料真的太多了 那这其中又有几分真实 几分虚假 更有几分像灵魂重量实验这种 越传越离奇的信息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 也都有着愿意为之辩驳的立场 就像两个抢夺着玩具的孩子 谁也不愿意松手去偏移另一方 无论灵魂也好 死后世界也好 轮回转世也好 特别不讲 这完全就是一个等待着人们探索的领域 它承载着人类对于永生的终极渴望 一代一代人前伏后继的研究 就是想知道这一答案 人死后究竟去了哪里 这一探索可能比世界上所有的学科都要过劳 它嵌在每个宗教的教义里 藏在每个名字的文化里 贴在每个老人给后代讲述的故事里 印在每双渴望的眼睛之中 或许它的答案再过几千几万年 人类都不会触及 但对它的探索 那无疑就是人类对于未知的永恒挑战 对死亡的不屈服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补业说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